祝贝契,青铜铸造的乌生石书 四牛流进其史祝贝契,在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中滇国的青铜祝贝契,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 原封二年公元前一百零九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进,米墨以兵临颠颠王室守善,已故扶珠,于是以为义州郡次颠王王印副长齐民。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一列传中,对云南早期的社会状况作过一些描述。 但学者对于司马迁所记载的颠簸,始终将信将疑,直到一九五六年,十载山六号幕《颠王之印》的出土,才证实了颠簸的真实存在。 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辉煌的,颠簸青铜艺术逐渐展露在我们眼前在战国之西汉短短的几百年间, 颠人用高超的铸造技艺,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雄奇瑰丽的青铜史诗。 筑备器就是颠簸青铜艺术的典型代表,它既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施腊法铸造的最高成就。 它们具体入微地在现了颠簸社会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顾名思义筑备器就是青铜铸造的,用已筑藏海贝的容器,细今云南出土的筑备器,已超过九十件包括铜骨等待用品。 最早的筑备器出土于江川里加山年代在战国筑备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是颠簸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筑备器的出现,是以大量的海贝存在为基础的。 而颠簸墓葬遗址中大量海贝的存在则使颠簸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从更广阔的使交看颠簸的海贝,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国际货币的职能。 颠簸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颠簸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深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兴高远,东北可通法、楚、东南沿洪河而下可达交致,南洋富饶的颠石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云南,和各方交流的文化融入越来越多的考古, 证明它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文化枢纽。 对筑贝季而言气概是最重要的,艺术舞台,上面上演的剧本,都经过精心构思表演者,有人物也有动物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利牛,有一牛,五牛,七牛乃至八牛者其他动物形象还有火、鹿、猴、兔、狗、飞鸟等人物形象, 长羽牧主生前活动,有关包括战争、祭祀、生产生活场景、主角形象高大表面流进。 标志出与众不同的地位,有单独的旗帜有狩猎的贵族,还有监狱上的妇女等人物最多的一件铸备器盖上, 竟多达一百二十七人筑被器盖的立体雕塑用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法描绘出丁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器,盖上身居高位者的愁储满着普通人物的尽小身微阔效。 或哭,或绝望无助,或心无旁骛,均表现得淋漓尽致。 它反映出的是一种自然倾心而又生机勃勃的审美情绪, 是颠国自由的社会思潮的产物,据史记汉书记载颠世,追捷,耕田, 有意据,得部落颠时周围土地肥美,有岩石田于之饶金银续产之父,人俗豪泰居观者,富吉磊氏, 反映在藏俗上并是统治阶级的后藏风气, 尽宁石寨山出土的四牛流进骑士筑备器,是云南青铜筑备器中的佼佼者。 该器为竖腰筒形双骨二三虎爪状气族器盖中央是一小铜骨小铜骨像, 上延伸成立柱柱头,唯一长方形的小平台, 台上有一点足骑士锤系显足配件,骑马骑士通体流金, 显示出高贵的身份平台,四周, 环绕着四头巨角龙脊,雄剑刚强的风牛坐逆时针方向, 行走状,整剑驻背器,造型优美线条流畅骑士, 骑马,风牛,梦虎高低错落。 气韵生动高贵与脚剑熊强与威梦相互应衬, 驻背器盖上的场面雕塑具有典型性、情节性, 故事性表达的主题包括战争、祭祀、供纳、 仿制、狩猎、训马等以祭祀场面最多尤其是吉田、 出庚、多次在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柱背器盖上出现体现出 滇人这个到左明督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 将穿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铜骨形柱背器盖上。 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滇国的一次,吉田,活动该气为铜骨形底有三变足气, 盖正中间是一喇叭形的高立柱,四周,环绕三十五人, 其中最醒目的是一城监鱼的牛, 金妇人投书银定记神态严肃前后各有二人抬杠, 他是这次仪式活动的主持者鱼前有两骑马男子开刀鱼后, 还有一人双手持枪银散, 为之遮阳随性人群有抗产者、提拦者、被种子带者、持点重磅者, 还有人物神态恭敬取身迎接另有一些官吏的, 一族如变发的昆明人,穿紧身衣裤的高位男子, 由于2000多年前的巅国有处于一种类似于复杂囚邦或邦国的社会发展阶段, 巅人没有系统的成熟的文字来记录历史筑备起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史书的使命, 他用直观感性的立体雕塑群像再现了巅国社会历史的鲜活场景。